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這個是牛線丸最長的一個湖 經歷了三個多小時的車程 終於到了 黃厚正超漂亮的 你看這裡 而且黃厚正我覺得跟 淡寧丁很不一樣是 這裡明顯 遊客跟人就是多很多 到黃厚正的第一餐 來吃The Best House 它的雞肉的三明治 我只能說這個濃湯 真的是通常人家濃湯配的麵包 不是小小塊嗎 它沒有 它就是很鋸 它真的太大了 我如果不切我真的沒辦法吃它 怎麼了 它有兩個嗎 真的耶 對 我覺得大家來啊 可以坐外面或是這個位置 因為它剛好你在拍照的時候 後面就是整個湖的風景 坐外面的話其實也可以拍到 因為我們現在來是冬天 所以就 爬口比較冷 所以坐裡面比較舒服 因為它裡面還有開暖氣 我不知道它加了什麼辛香料 可是它那個辛香料會讓你整個 有點刺激感 可是又不是像那種 辣椒的那種刺辣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下面是 有點像奶奶的那種優格這樣 其實這配起來會是好吃的 吃完了剛剛的那一間餐廳 今天大家去一定要點它的 巧達門湯 我覺得它的調味有點像那個 民族名料理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 可能會有一個想像中的味道 但你入口的時候 它味道其實非常的多層次 然後 它有一點酒香 然後又有一點辣 又有一點奶 就是各種味道在口腔裡面 蠻刺激的 可是你又不會覺得很衝突很突兀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等一下要去搭TSS 是目前南半球唯一 還有在運行的蒸汽船 請問你 欸 我還沒訪問你耶 我現在在cookie time 走進去 那個坎還沒過 它已經聞到很甜的味道了耶 它的桌邊好可愛喔 你這樣去之後它就這樣 爬上去 爬上去 爬上去就是 來吃 想看我包包裡面有什麼嗎 一堆食物 來一點來吃這間很有名的Petaconia 冰淇淋 我們搭三點的這個時間的TSS 人比較少 剛剛上一班人就超多 現在人就是很空曠 大家如果來要拍照就可以這時間來 給大家看一下它這裡有一個蒸汽室 這是可以進去看的 超酷耶 你看下面那個 我要成為海賊王 謝謝 我們剛坐完TSS 現在要來搭Skylight坐藍車 謝謝 哇 哇 好恐怖喔 我的媽呀 哇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大家要來 一定要來這邊拍照 這比我還要全的來真的還要恐怖耶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不能拍到我眼淚感覺很弱 我們慢慢來 這裡的麵包都好好吃喔 酥脆然後又帶Q 又不會刮嘴巴 好脆喔 嗯 我覺得是會很有精緻的味道 紅酒燉牛肉 再加馬鈴薯 只差一碗白飯 剛搭完Skylight 然後還有搭那個溜溜車 我覺得一定要來玩溜溜車 因為我就是很怕 可是我覺得玩起來還蠻好玩 而且你可以自己控制速度 哇 這是我來皇后鎮 第一個晚上住的飯店 這是他們的Kiwi 一進來這邊就是餐桌 廚房真的也是什麼都有耶 這個 哇 啊洗衣機 跟烘衣機也都有 然後再來是客廳 這個是真的火嗎 哇 哇 這是真的火耶 廁所在這裡 衛生紙這個還用成一朵花 但它看起來不像花 像高麗菜 來帶大家見一下紐西蘭的高麗菜 再來就是主臥的部分了 很大耶 啊 這樣子嗎 外面一片黑 我相信應該就是湖景了 好 開箱大概是這樣子 怎麼買 怎麼買 12 15 18 24 24 怎麼辦啊 我如果中了 我有感覺了耶 新田旺給我的一個訊號 謝謝 我以為像賓果一樣 結果不是 它是你有三個一樣就可以換了 所以我現在獲得一張免費的票 好 我聽到嗎 我聽到嗎 幸運的聲音 後面這個就不要拍 後面這個沒中 我們就先把它關掉 欸 什麼意思 今天是我們在紐西蘭的第四天 原本今天早上一大早 搭直升旗區去游冰川 但是因為那個直升旗的公司說 今天早上霧太大了 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我們等下午看到底可不可以成功上去 所以我現在先在鎮上走走逛逛 早餐什麼都還沒吃 我們先來Petagonia吃他們的冰淇淋 昨天有遇到台灣人推薦我說 他們的吉拿棒非常好吃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點來試試看 而且我覺得二樓真的很推薦大家來 風景有夠美 它是烏外脆 因為內帶軟Q的那種吉拿棒 我本來以為是全部都炸得很熟透 然後它裡面是有點QQ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然後我還有加點它的那個巧克力醬 還不錯耶 我覺得可以點來試試看 甜筒 甜筒 我要這個 那一個 然後 那個被挖很多了 對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點的Petagonia的兩個 一個是那個馬斯卡棚的莓果口味 然後下面這個蒸果巧克力口味 我覺得這兩隻都很好吃 而且店員是台灣人 點起來特別順暢 大家點完之後可以拿出來拍照 因為你看外面的風景配這個冰淇淋 而且它其實這一隻超大隻 吃起來就會很舒適 我覺得我這樣配得很好耶 那馬斯卡棚那個有加莓果 酸酸甜甜的 然後蒸果那個是比較甜比較濃 喝起來就會有種解膩的感覺 我們現在中午的行程來看酒莊 因為紐西蘭的紅白酒非常的有名 這個酒莊超漂亮的 你看這個 還有薑母鴨在 這間酒莊這裡還有那個溫泉 你就可以進去泡 看外面的風景 葡萄園 太漂亮了吧 然後跟雪山 而且因為它是木屋的行星 你在這裡躺著睡覺 我真的推薦大家來可以坐戶外 因為中午午餐如果在這裡吃的話 坐戶外其實蠻溫的 而且它還有那個暖燈 然後你就這樣坐著 後面就是風景 很讚耶 我覺得披薩還不錯 那外面酥 然後Q度非常的夠 我剛剛那個夾子一彈掉 麻雀全部都湧上來了 抱歉了我現在大概知道要好好的抓住這個夾子了 看它是酒莊 看它餐點下面還會跟你推薦說 你都跟你點這個餐點 你可以點什麼酒喝 現在吃完那個酒莊的午餐 要來品酒 早上不是本來行程要去冰川嗎 但因為早上天氣不好 所以在等下午他們通知 但因為他們沒有聯絡 所以我在猜應該是下午天氣也不好 所以今天下午就有時間可以到處吃 也是很棒 所以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金螞湯 但是我們也要跟鄰近的鄰居 你可能在新西蘭市前試過 然後呢我買了這一支 然後更買了一個這個 這是第一支 我覺得這一支的特別點在於 它的入口味道 其實是跟你想像中的白酒很不一樣 它的刺激感跟豐富感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想說買回去 如果有朋友來的時候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又回到正向了 Furr Burger這邊人真的超級多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邊 我們先來吃Furr Burger的肉派 這一間的肉派 也是Furr系列的 他們的肉派還滿有名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經典的口味 它有點那種炒洋蔥的味道 然後肉汁的味道還滿香的 皮是酥的 可是它沒有想像中那麼的酥脆 它有點偏酥軟 因為我剛剛在摸它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雕碎片 所以我以為它咬下去是會有點像我們在吃殼 中那種 的感覺 這個其實有點紅酒燉牛肉的味道耶 只是它沒有那個酒味 可是味道內餡差不多 下一個這個是羊肉 好 旁邊好多鳥 我很怕我被攻擊 牛肉跟羊肉比起來我比較喜歡羊肉 因為它一入口的時候 我就算還沒吃到肉 只有一點點醬 那個羊味啊 它就衝出來了 不喜歡羊燒味的人就不要選它 但是它的這個羊味我覺得算滿重的 可是是香的那一種 它裡面好像有放地瓜 而且我覺得它整體的味道 香氣比牛肉再多 因為我覺得牛肉是大家想像得出來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羊肉的這個味道比較重我 鹿肉 鹿肉 哇 它這個其實分量算滿大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要嘗鮮的話 該兩人吃一個就好 留一些味吃其他的 我們要趕快離開這位置 因為鳥在上面一直 感覺好像快要大到我們了 這三個啊 牛肉跟鹿肉 我覺得它兩個內餡的調味有點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擇一就好 然後如果你不怕羊燒味 你可以點羊味 羊肉的 Baker的那個甜甜圈 波士頓甜甜圈也非常的有名 我剛剛忘記點它了 奶油內餡超級多 它的甜點跟我們印象中很不一樣 台灣那種甜點就是炸的 它這個是比較像是麵包 然後外面撒很多糖分 然後裡面就是超多的那個鮮奶油 吃起來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點豆腐感 不過它就是味道不會到很重 因為你本來是想說奶油內餡很多 應該會很膩 但它其實甜度沒有到非常重 我覺得滿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gelato 我點了開心果口味跟焦糖口味的 很濃 開心果 甜味比較重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很香 是我喜歡的味道耶 它入口的滑順感也滿棒的 然後下面這個是海鹽焦糖 有點微試糖的那種感覺 我比較喜歡開心果的 我剛剛下面應該要點一個 檸檬的或是莓果相關的 因為一個重的 下面應該是酸的 感覺比較平衡一點 才不會覺得比較膩口 下一家 GO 我們剛剛吃了那個 Patagonia 然後又吃了那個gelato 這裡還有一間很有名的 Anita 結果我剛剛一走過來 發現這個長的樓 這什麼體能訓練吧 我以為我又來到那個 最邪的那個邪婆了 這間Anita我點了它的開心果口味 跟它的那個Coconut 椰子口味的 它椰子口味超濃 我剛剛有試了 鳳梨口味跟椰子口味 其實鳳梨口味也非常好吃 這個開心果口味跟 剛剛上一間的味道很不一樣 因為剛剛上一間它的甜度比較高 香味很濃很炸 可是這一個的話它是 甜度沒那麼高 裡面還有開心果的顆粒 然後吃起來我覺得比較大人一點的感覺 完全不同感覺 我好像比較喜歡這一間的開心果耶 因為我剛剛本來就是想說都試試看 所以點很多 這個是Cookie Man 我看很多人推薦它的那個 這個口味 好吃 那Cookie Man的巧克力 很像Nutella的味道 然後裡面有那個 很鬆的那種餅乾 合在一起很好吃 然後上面再配這個Pot Apple 這個搭配最好耶 鳳梨其實有點像台灣的那個 罐頭鳳梨的味道 然後酸度再稍微高一點沒那麼甜 因為我們剛剛吃了三間的那個冰淇淋 一直在想說這三間究竟要怎麼排 排不出來 因為三間口味都點得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很難一起平 但我覺得三間感覺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試看 可是依我這個光客來說 我覺得來 如果你想要拍一個留下漂亮的美照的紀念 可以去Petaconia 對 還有味就可以去自其他的 然後因為大家一定會來去吃Furr Burger 所以我覺得因為就在隔壁等的過程就可以去買一下 嘿 大概是這樣 然後今天有點小可惜是我今天早上本來排的行程是早上去做自身機去看冰淇淋 因為今天天氣太不好了 所以這個行程就沒有了 極限運動其實我都不太敢搭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我這一整趟行程是早上去做自身機去看冰淇淋 你可能最期待 所以有點可惜沒有達到 但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下午還有去品酒 我滿推薦大家來紐西蘭可以排一個酒莊行程 然後我們下午那一個我會滿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通常如果 我們去酒莊去品飲酒的時候 通常一個酒莊它只會有一個品牌 可是今天像我們去的那間它有五個品牌 所以你一次可以試到滿多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喜歡喝紅白酒的人也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一杯酒的酒 他就是一杯酒 超級別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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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的酒